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北书院街 哇 我发现这个北书院街 真的像回到了我的老家一样 然后他们这边都是有露天的呦 今天我们打卡的这一家呢 据说是1989年开的一家店 他们家主打的是田螺 其实我日常好像对田螺不是太感冒 但是今天我还是想试一下三哥田螺 今天来三哥家吃饭 你看点 闭着眼睛点得好吃 好嘞 虾尾虾人推荐哪个味道呢 鱼箱的建议 毕竟是三哥田螺嘛 田螺还是要吃的 哎 墨鱼仔 早吃 还不 鱼蛋鱼蛋 鱼蛋 好嘞 绝对是你没吃过的那种口感 我觉得你可以吃个那个 哎 你闭着点点嘛 你看上面有就有 没有 那没有 好了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 我们小哥来 好 来了 谢谢啊 我先来一口火爆 好 黄猴 哇 这个黄猴很大块 有点意思 哦 好脆 好好吃 这个黄猴真的卷 别看它油 它的口感真的脆 哎 它家晚上真的好饿 感觉像以前在老家吃酒席的一样 就流水席 哇 这个大块 好优势 我觉得这个黄猴比火锅里面的黄猴 煮出来更有味 味道要更重一点 更香辣 它的脆感有一点像那种春笋 就长条的那种笋的脆感 然后它又是比笋更嫩一些 更有韧性一点 更有嚼头 哦 这个黄猴真的好吃 笋也是嫩的 但没有黄猴的这一层韧性 味道蛮好的 很下饭我觉得这个菜 很下酒 所以在这个秋季的晚上 它有这么多人吧 老板咱俩是不是要吃 不对 不归咱 油光正亮的 还滴着油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虽然网上对他们家褒贬不遗憾 我就是那个喷子 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贪图新鲜感嘛 虽然来成都有两年了 但这种老店其实真的是我今天第一次吃 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懒癌患者 就是在我住的 或者是我们公司的方圆 三公里以内吃的东西 这个给你 这个给你 来 分一下 没有了 他们家果真是 辣椒比菜多 辣的味道 找黄猴 这个是鱼香味的虾仁 这个虾仁是分两个味道 有香辣的和鱼香味的 我点的是一个鱼香味的 它是虾球味 这是我像小虾米的虾球 好小啊 真的是虾球这个 小虾球 哦 好吃 味道好 鱼香味道绝 酸甜的味情比较明显 很弱 然后里面配有青笋丁 我发现了 每一份都很下饭 虾酒 虾球还蛮有肉感的 弹弹的 蛋炒饭来了 我的蛋炒饭 我吃一碗 这边就是四景气的浓了 晚上没有那种感觉 而且路边好多 就是自己的那种自行车 不是小黄车的那种 就是我妈妈爸爸的那个时代的感觉 八九年 八九年 谢谢 真的香味 好好吃哦 虾球它肉感比较多 它有点弹弹的 它的虾味比较浓 即使鱼香味 也没有养带出虾本身的鲜美感 小哥给我们拿三个瓢干 这叫瓢干吧 瓢干 瓢干 什么东西 因为我说勺子 他可能会拿一个巨无霸的勺子给我 汤勺子 对 这个汤泡饭就很绝了 还有蒜 下面 下面 没有这个吗 小哥给我们拿三个这个 没有 那这个哪里的 问题来了 这个哪里的 一个可以 我们拿了这个 吃这种炒饭一定要用勺子吃才香 它的鱼香味也比较适中 我不太喜欢特别酸的那种鱼香味 我有一次在家点外卖的烤鱼 它的鱼香味就贼酸贼酸 再来一个招牌的香辣大田螺 他们家也有小田螺和大田螺之分 既然来都来了还不如吃大的 吃的过瘾一点 这个大田螺 哇 哇 这是一整颗的火爆好了 像这种火爆的 就可以在里面吃到那种火爆 就是锅气 火气 看到这个裸裸 你们以前学过那首歌没有 小啰啰哩滴滴吹 好的 你没有空脸 我们不是一个吃吃 吃八九点 我不成 不成 好好吃 我真的蛮推荐大家 能点大的就不要点小的 毕竟大的吃起来要更满足一点 来 墨鱼仔 旁边的是墨鱼仔 浩椒粉味的 这个螺螺 我有点吃上一个 我来吃最后一个 给你们 真的好吃 我把我的前天拿下来 然后下一个好像你推荐我 我想吃这个鱼蛋 哇 这个鱼蛋 鱼蛋不就是鱼子吗 是鱼子 它是一大坨的那种鱼子 它比较香香辣辣的 里面全是 一整盘全是鱼子 我当时还在疑惑 我说鱼蛋 以为是关东煮里面的那种白色鱼蛋 我说那有什么好吃的 这个鱼子就是你 牙齿一咀嚼 舌头一抿 它就是变成了 在你嘴巴里面变成了 无数颗的小竹子 然后你一吃起来 格外的有口感 有味道 香香辣辣的 麻麻的 风味十足 它真的米粒的空隙还是有点大麻 然后这些小竹子被戳碎了 然后它就蹲到米粒的空隙里面 这一盘 认为有点鲜 前面两盘 松手吃都正好 这一个是泡椒的墨鱼仔 它看起来认为有一点像爆头 哇好嫩啊 好Q啊 好好吃啊 这一盘我还以为它的泡椒是什么 因为墨鱼仔有点贵嘛 反正泡椒又不值什么钱 可以多放一点 这一盘的配菜是芹菜 我小的时候最讨厌吃芹菜了 谁要给我吃芹菜我就生气 我觉得这个墨鱼仔比鱼蛋好吃 鱼蛋有点咸 墨鱼仔泡椒分泌特别的浓 特别的酸爽鲜辣 特别的够味儿 来劲 空口吃不会觉得特别的咸 再配个饭吃更绝 它的口味吃起来要比鱿鱼更加的滑嫩 这一个我也感觉是泡椒里面找墨鱼仔 这个是整套鸡胜 推键推键 推键 我觉得鸡胜就是我们江苏地区的吃鸡胜很少 我基本在火锅店都没有看到有鸡胜这个东西的存在 更不要说一般的就是菜系了 就是淮羊菜什么 基本没见过这个东西 这几盘我觉得其实它实实在在的肉真的没有多少 而且鸡胜里面 你们还可以挑着花生米吃 它有好多的熟花生米 对 你们觉得这几盘哪个最好吃 每个人选一个吧 天啊 我觉得配菜里面的葱不想吃 葱和蒜不想吃 葱和蒜不想吃 我觉得除了鱼蛋有点咸之外 其他的都还咸鱼 它这个鸡胜我发现大小不业 有的鸡胜大有的鸡胜小 感觉还没有发育好 话说一只鸡里面有多少个剩 人剩两个剩吗 不我去年好像行过手机就只有你 你小时候吃过那种甜螺吗 就是五毛钱一包的那种 手指尖那么小一点点的 就是这种 就直接大那么小 我已经吃过炒米鲜 凉皮 辣条鸣子 还有猪皮 我以前喜欢吃猪皮 你们江苏那边确实有点独特 有点直白 我们这边还至少要叫个电视剧 我最喜欢这个神父上贵 你看过这个动画面吗 就是那个暗黑系 它还挺好看的其实 我觉得它们家是属于你刚吃的时候 贼好吃贼好吃 然后吃到三分之二的时候 你觉得有点麻 有点咸 有点油 就开始这样了 真的人真的很善变的 我们现在吃完出来了 我的脸真的爆红 其实环境的话 刚刚大家也有看到 然后就是那种餐饮馆子 就是浪翩翩的小街的这种格局 然后口味的话 就是你刚开始吃的话 觉得惊艳的好吃 然后吃到末尾就是过度了 消耗了自己的热情 就觉得嗯 有点油啊 有点咸呀 就是这一种感觉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你们还是在看我吃什么呢 拜拜 我们下期见哦 大家好 我是大网鱼多多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在这里我会把对美食的喜爱和快乐 传递给大家 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您喜欢的视频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 和想看我吃什么的话 请在留言区评论告诉我 记住关注以后 千万要按亮小叮叹哦